恩 刚才我们的服侍上说 教会小 所以他一个人兼好多人 虽然教会小 但是很威心 我们在座都有感受到 真的是一对忠心服侍的仆人 在神的家中来服侍神 我相信这是最美的 最美的 感谢主 我从北斗来 在中部比较少在下雨 我一早 今天我的侄儿跟我的姐姐陪我一起过来 我住在侄儿家 一早大概七点左右 听到下雨的声音 就觉得这声音好熟悉好亲切 而且就印证了今天护活主日的早晨 大概七点左右 那护活主日的早晨 刚刚读的经文有没有发现 在护活主日的早晨 这个妇女们带着香膏要去高耶稣 因为他们一直都觉得耶稣就是死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还不懂得耶稣所说的他要护活 所以他们是带着香膏 要去护活主日的高耶稣 那一位天使出现告诉他说 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护活了 所以早上那一场下雨 还有打春蕾的声音 好像就在这向世人宣告 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 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 阿们 哇 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相信主耶稣复活吗 阿们 但若他没有护活 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 所以今天我特别要带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探讨 为何主耶稣要死里护活 因为即使是未信的人 还有初信的人 都是常常理性通不过 我相信我们刚刚初信的时候 也是会有这样的困惑怀疑 死里护活 死里护活 我也是好几年以后才清楚明白的 所以从古至今 人们常常会问 耶稣为何要死里护活 他的护活对你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在今天这个护活主日的早晨 我们一起来思想 来思想主的爱与救赎 当你认识耶稣之后 你有没有感受他的爱 还有刚才的诗歌 你有平安喜乐吗 那平安喜乐 那一份爱就是主耶稣 为我们死而复活 在我们的心中 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 那复活节 为什么说七日的头一日 按照犹太人的立马就是一周七天 并且是第七天是安息日 那我们知道 在创世纪这里提到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是否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所以这就是从犹太立法开始 为什么这样的引导我们 今天是七日的头一日 是安息日 那我们新约时代 我们就守今天是主日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 互活节的画面 还有我们对互活节的认识 我们从经文也可以看到 在主耶稣传道的一路上 其实很多的妇女跟随主 跟随主 直到主耶稣背定十字架 然后从十字架降下来的时候 然后最后离开 离开十字架的也是这一群妇女 最后离开坟墓的 也是最早回到坟墓的 都是这一群 从加利利来的这一群妇女 所以他们可以做一切被主吸引的爱 被主的爱所吸引 并且追求的人的代表 无晓得当这几天 从受难日 应该更早 从受难周 还有更早就是40天 受难日前40天 这40天 这一个礼拜 还有今天的早上 你有没有特别思想 主耶稣复佛 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很认真 而且是很严肃的话题 这很重要 那我每当在回想 我信主开始到现在 在我每一次的经历的困境 然后能够让我突破 让我胜过的 就是主耶稣的 复活的生命 在我的生命里 让我得胜 我相信以我们在座的年纪 经过了人生的大风大浪 还有喜怒哀乐 一定也很多的经历了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 当你遇到困境 当你在那个死因幽谷的时候 是什么 让你得胜 是神的一句话呢 是一个一首诗歌呢 还是一个影片 还是像这个礼拜以来 这个主耶稣的十价七言 寿难周的这些经文 让你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 你跟主耶稣的关系 主耶稣复活的生命 主耶稣真的复活在你的生命里吗 因为有时候 有一位神学家 我想我们都听过 这是马丁路德 他们为了改教 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冲击 很多的挑战 所以有一段时间 他心里是很低沉的 是很愁烦的 然后几乎是面带丑容的 没有笑容的 最了解先生的心境的 应该就是身边的太太 他看了一段时间 觉得看不下去了 怎么我的先生的 脸 就是一副那个枯上的脸 就是那个 忧愁满面的脸 有一天 神给他智慧 对吧 他就穿了一袭黑色的衣服 那那个时代穿黑色的衣服 就是家里有商事嘛 或者是你去参加商礼嘛 那马丁路德看到他的太太 穿了一身的黑色的衣服 就问他 你今天是怎么了 他就说 太太就说 我们的主耶稣死了啊 死了啊 我们就讲了三次 我看你的脸啊 就是主耶稣已经死了 主耶稣没有护活 那我想这个真实的啊 这个真实的故事 能不能给提醒你 当我们面带愁容 当我们长时间一段时间的 困惑 不开心面带愁容的时候 或者是你正在为一件重大的事情 难过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可以问你自己 主耶稣是活着的吗 如果主耶稣是活着的 在这件事上 主耶稣会怎么做 会对你说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 我们基督徒可以 每天心意跟心而变化 每天心意跟心而变化 而且旧事已过 一切都走走从心的 就像我们今天张圣姐妹 以她的年纪 能够决定来认识主耶稣 归在主的名下 我相信这是家人长时间的祷告 长时间的祷告 今天我们终于看到 哇 这是我们张圣姐妹 哇 重生啊 今天是重生的日子 所以在复活节这一天受洗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代表着你的生命过去的 过去的都成为过去 那我们都说 人生七十才开始嘛 对不对 那你是从今天受洗重生开始 今天是你第二次的生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 受洗的日子 那我们再来看经文 我们看到那个石头已经从浑木滚开 那挪开石头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主耶稣能够出来 因为她没有这个需要 她没有这个需要 而是为了让这一群妇女能够进去 因为要让这群妇女亲眼看见 她不在这里 她已经护活了 象征护活的能力 除去一切的障碍 使生命得以彰显出来 那特别是在这个季节 今天是3月31号 我相信我们从各样的媒体的报导 还有丛林外出所看到的大自然 看到春天来的就是怎样 百花齐放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树上那个枯枝安冒出的新芽嘛 那就是复活的生命 一些就像我家前面种了一棵 一棵无花果树 经过冬天就是枯干 然后叶子都掉干了 那就在这个月开始 她就开始冒出一点新芽 那在她还没有冒出新芽的时候 都会以为她是枯死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跟你的旁边左右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复活的生命在她的脸上啊 看看 我们的脸上的笑容 会让人看见那个复活的生命 感谢主 感谢主 象征护活的能力 你看我们的神从她创造的大自然 从她所创造的这个世纪的这个生命 让我们看见她护活的大能力 阿们 这一群妇女就是最后离开十字架 然后最早去到墳墓 然后又最后离开的 那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一章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是这一群妇女预备香料 要去熏耶稣 因为在他们犹太人 那个为死去的人预备的就是 用香料来告他 然后也是彼得 彼得他要看 他要看那个丁横的手 跟那个 那个要需要看到 看到丁横的手的那个门徒 然后呢 这个以马五师 以马五师的这两个门徒 他们在一路上 在一路上 他们要去那个弧墓的路上 他们所谈论的 那他们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们当时的那个眼睛都被那个 心眼都被那个 主耶稣已经被丁十字架的信息所 所蒙蔽的 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 其实主耶稣复活后 一直跟在他们两个的旁边 然后第四个是 门徒们所注视和喜乐的 我相信 我们所爱的人 特别是我们所爱的耶稣 当你听到他复活 当你看到他复活的时候 那个喜乐 就好像我们在担心我们 我们所爱的人 他发生遇见什么事情 遇见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跟生命有关的 这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但是呢 却喜出望外的 很多 我相信我们常常去医院探访病人 那有时候那个病危 已经到的剩下几%了 但是主耶稣的 医治的大能临到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起始回生了 我相信如果是 那是你所爱的人 你一定是喜出望外 一定是大大的赞美神 所以是门徒们 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所注视的 和喜乐 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 已经预言 你一定听过 真正的神 独一的真神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你看他能够自己预言 他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将要被杀 然后第三天复活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 他为我们降世 他为我们降世 又为我们背定十字架 那告诉我们 凡要跟随他的人 都要怎样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所以我最近收到一个贴图 上面就一颗心跟一个十字架 就说 他原来所认知的爱 就是一颗爱心 但是直到他信主以后 他才发现原来爱 原来真正的爱 不是只有那一颗心 而是十字架 爱是十字架 你同意吗 当你深爱一个人 当你爱你的家人 当你爱你的家庭 当你能够爱那不可爱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在跟随主耶稣 背起那个十字架 因为主耶稣说 你若单爱那可爱的人 有什么奖赏啊 是要爱那不可爱的人 那我们身边太多不可爱的人 对不对 特别是身边的人 最亲的人 最亲近的人 但也是最不可爱的人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 多有智慧啊 他在圣经里 在两千多年前 早就这样告诉我们 早就告诉我们 你若单爱那可爱的 有什么奖赏啊 要爱那不可爱的人 要靠着主啦 靠着主跟随主 背起那个十字架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自己预言 他被杀 那你可以想象 回想一下 从受难日 从最后晚餐好了啦 礼拜四晚上 他跟门徒洗脚 然后最后的晚餐 然后最后晚餐之后 设立 设立什么 设立主餐嘛 对不对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这是我所流的血 为你们流的 所以我们吃喝煮的饼杯 就是吃喝煮的身体 和煮的血 哇 从这个最后晚餐开始 礼拜四 礼拜五 你有去思想到 哇 现在几点 九点的时候 哇 是主耶稣 背地 哇 那十字架七眼 最后那一句 到下午 大概三点的时候 说出 沉了 沉了 这两个字 但是你可以体会 那几个钟头的时间 是人间最残酷的酷刑吗 你跟着主耶稣 在走那一条苦路 你跟着主耶稣 在体会 在十字架上 他的痛 所以这几天 YouTube都出现 纪念我 还有最痛的时候 那两首诗歌 最痛的时候 礼拜五 从九点 到下午三点 那个时间 是主耶稣 最痛的时候 那你最痛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想一想 你为你所爱的人 为你的家人 那忍受那最痛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那什么时候 你能够靠主得胜 什么时候 你跟着主耶稣 同时而复活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要定时 我们的老我 然后女主 同时同复活 所以有时候 我们牧师都会跟信徒 问说 因为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人要来找你祷告 然后都会羡慕他 你今天死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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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话 神的爱让我们 再一次回到那个起初的爱 回到那个起初的爱 然后能够天天更新 更新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天天更新而变化 天天要更新而变化 所以十里复活 主耶稣复活 是我们每天 要纪念的事 每天要思想 不是一年一次的复活节 那主耶稣为我们降生 就是圣诞节 不是只有一年一次 主耶稣为我们降生 不是只有一年一次 再来庆祝圣诞节 庆祝圣诞节 其实是为了福音朋友 为了为信的 在世界上的人 但是我们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他是为我们降生 有为我们被钉十字架 所以你想想看 连这么强硬的水泥墙 都能够有这个坚强的生命力 都能够冒出信仰 都能够冒出新生命 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因着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我们的生命 能够连结主耶稣的生命 能够为了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生活上 我们生活上 生命上的十字架 而能够坚持的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那主耶稣 那主耶稣 早就跟我们说过 说过了 我护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那我就是道路 真命 生命 那我们要做的是 就是跟主耶稣的生命 能够连结 好 那这个图片 有没有让你想到 复活的主日 主耶稣的生命 有没有在你的手里 手中 在你的心里 有没有连结上的 主耶稣的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 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他人活着 请记得 当你遇到难当当的事 你觉得 当你觉得这个十字架太重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 都是不一样 尺寸长短 轻重不一样 那你一定要记得 主耶稣他活着 他正坐在天父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 替我们说话 为我们的未来预备地方 同时又活在 每一个信靠他为救主的人心中 阿们吗 阿们 护活的主日 你护活了吗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还好 我灵里有感动 因他活着 还好 好 计则 作词 牧连 赵 我应证耶稣 法满世人 以伤心者 留下生命 是我最得胜 但那同分 却能证明 救助我者 何等感谢 好耶稣基督 他带给我 满足喜乐 恩却安慰 爱是我坚信 我能面对未来坎坷 命主活着 命他活着 我能面对应天 应他活着 不再聚伴 我甚至都 好耶稣基督 我能面对未来坎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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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终满了希望我 自应他活着 生命终满了希望我 自应他活着 见耶稣基督 从实以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到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肠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祈礼 我永远一天 为独生命和 人生无脑 有目的症活着 努力束 求人废 借主耶稣 赞生了赤华 我行终满了希望我 将看到祂荣耀幻 见他活着 赢他活着 我愿别为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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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他活着 我愿意到整合水